明這個�釜 橋景嶺和九樓城寨 一樣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敏感地帶 清策日期一拖再拖 居民指政府嫌疑無信 逢屋處重申賠償合理 雙方各執一次, 結果要對報公堂 九二年初 規劃環境地政司第一次公開表示 清拆條警令 應該當清拆一般的屋處理 居民向逢屋處請願 抗議政府違背諾言 要求撥地重建, 以屋活屋 副房屋處長隨即反駁居民 說政府當初答應給他們長住 只是安撫人心對權宜之計 這番話結果引起居民強烈不滿 問題拉腳兩年, 未見儲光 到九五年初, 政府讓步 批准將特衛津貼增加到每平方米七千元 平均一戶拿到二十八萬多 以及可以入住公屋或臨屋 政府聲言這是底線 威逼利有下 結果九成幾居民接受搬遷安排 我們現在給了這麼多這樣的安排 我們在任何人次說 我們都沒有規代那裡 是條件令的居民 政府就這麼說 但是有一百戶居民 仍然堅持拒絕遷出 同時反駁政府 漠視條件令獨特的政治和歷史背景 以及違背承諾 他們實行日品法院告政府 黃伯勤七十九歲 率先發起和政府打這場官司 他是前國民港上教 一九四九年和家人走難來香港 和其他軍人家倌 一起在摩星嶺露宿街頭 第二年政府把他們和兩萬多個難民 送到偏僻荒蕩的條件令妻生 黃伯勤形容那段日子是漫長黑暗的 香港政府給我們衝出來的時候 是兒子幼子痛 整龍壓仰根本不是主任的 等於把我們打蜜 但出身就不如 你出身你 如果還幫我們當出身 他們都犯犯 就說你要出完 某一條路 某一個房子 那時候大多數人都很笑 發得多 不管男的女的 大概一二年得到兩三年 出賣的錢 從那裡爬山到林宇門 過香港 買的材料回來 打個磨屋啊 磨棚啊 就開屁那個山啊 我們自己一個房子 我們就被幹人放火 要放三次 打個柜子颶風啊 因為我們那個磨屋啊 都打難曬 風吹難曬 香港政府他都無關我們 讓我們自生自免 一個路人呢 香港政府要把我們的地道 改成塞子去了 那時候我們大家肯定反對 這種僵持居私之下 塞子處處長我們的城 就被我們壓風船 還讓我們來這裡 要營造主流圈 無限去主流 當時塞子事務處處長莫理神 除了向居民提出 無限期居留的承諾 還白紙黑字答應居民 必要時要遷復他們 而會盡量把影響減至最低 又會為居民在區內重建居所 免他們再次顛退流離 所以把磨屋 油漬棚屋 統統改成塞子屋 比較堅固一點 作為營造安全地塞下去 這個屋呢 我都是把很多信息都不捨得離開 這個牆本 那些奶呢 就是海國的地 挖出來用的 這個石頭呢 武漢山山打下來的 血涵都在這個石頭上 去當莫理神 被我們引咎 武漢去居留呢 我就把某門床全部來蓋定 貼門 貼窗 前面這個平台呢 就誇了兩次了 我覺得這個我自己的房子都危險了嘛 所以加強這個地區啊 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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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全家人驅動 還得到黑屋 我的幾十年來 幾種血涵劫 完全擺在房屋上 是很難的 王伯斷斷續續 用了十幾年時間 蓋好間屋 連平台有成八十幾平方米 可以得到政府得位津貼三十幾萬 但是王伯拒絕接受 香港政府就違反了他當時的 我的整個裸言 也沒有 也沒有被我們的血涵劫 補上出來 就是一滅補上津貼 等於是死色一樣 師德七十八歲 跟王伯一樣 他接受搬遷條件 他以前在大陸做過游擊隊 四十二年前 走難來到橋景嶺落腳 是一千五百尺 一千五百尺的公地 我去的農地是十二萬尺 是經去政府派人來糧的 經政府來搜的那些果仕 是一萬六千元 所得的是八十萬 是連住屋, 連住農地, 連住青苗 所以他就不擔心 八十萬幹甚麼 買到廚房也買不到, 小姐 爺爺 爺爺 早在1958年 政府收回四百間屋 以及附近十一間屋 當時就在橋景嶺 另一塊地賠回十二間屋給他們 另一次, 1964年 政府要在區內興建消防局 和郵政局 四戶受影響的居民 當時得到政府安置他們 在橋景嶺另一塊地建屋 送來建築材料 這兩個先例 加上1961年 曬至事務處處長 無限期居住的承諾 令到橋景嶺居民相信 政府處理必要時遷賊的賠償 就是園區撥地重建 以屋換屋, 永久居立 就是因為以為這樣 黃伯的兒子黃金霖 八三年用六萬元 再買一間四百尺平房 還花多三萬元裝修 按照目前房屋處的簽冊安排 黃金霖的四百多尺平房 可以得到大約二十九萬特為津貼 又有公屋或臨屋分配 結果黃金霖拒絕接受 上一刻我們要付錢政府 我們每個月要交租 那個不是屬於我們的房子 房子何時收回 他又收回, 我又是沒有 擺了這麼多心機 擺了這麼多金錢 今時今日政府一句聲說要收回 可以這樣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變成收回 現在變成有屋, 變成沒有屋 你要發展, 我們不會強派要制裂 只要你能別當我們合理一個 到區塊買房子的價錢 我們到區塊買房子就了 我們條街人全部都是用血汗促成的 並非政府有半分力幫我們的 我們來的時候全部光貼一點的 水又沒有, 電又沒有, 甚麼都沒有 是我們, 我們這些難包全能 個個幫忙挖的 路是自己拖開的 不是政府幫過我們有分後的 現在慶旺的時候, 他就搶了我們 清查行動來說, 政府的進場根本不是一個主要因素 我們根本就是為了整個新市場的發展 為了香港居民居住的生活質素改善 去做出發點 條街領平房區佔地50公頃 市值超過300億 政府表示, 會將這個平房區的八成土地 發展公屋和居屋, 給4萬人居住 另外還會在公路, 地下鐵, 連滿將軍澳 至於包圍條街領平房區 一帶半山至山頂的遼闊土地 政府始終未公佈確實用途 賣給私人發展商, 是一個大可能 從去過世的原來的香港人居住 對新的福祉, 三公佈確實用途 給你錢, 三公佈確實用途 給你錢, 給你錢, 可以拿比較好的 你錢哦, 我賣給他, 不行 給你錢, 我賣給他 把 dishes、 別 conhecer錢 這才會經歷, 你錢 四月中的房屋處入條inel roof 收回到現在的房屋上 一百個單位準備封屋 便遭受到居民反抗 演變成衝突 他是沒有一個熱權系數的 如果根據法例來說 那個是一個官地 我們現在中指的租約是用房屋條例 他日我們清拆是用 官地的條例收回這個地方 根據房屋處統計 調景領本來住了2100戶 大約6400人 目前只是搬剩百多戶 四百人左右 堅持他搬的 很多是第一批46年前 到調景領落腳的老兵 從九二年開始 香港政府要清拆的時候 輸入一切的完全別人的行事 除了商業都沒有 毛利也做的 火藥也遷移了 以前那些商店完全靠過河山來回 他們都要弄三千河山在那裡 房屋也不敢修理 道路又非難做 那些拉山你看 堆滿山都還好一點 開關車都走了 實際也不好 有些呢 生活環境好一點的 就搬出去 今天條件的 開一下商事 記憶到早了 那件事 那個學生都沒有了 三年前 當條警令仍然有兩三千戶人居住的時候 政府已經把區裡的警方 和六間中小學一間幼稚園先後搬走 警方撤離 居民陸續遷出 條警令治安每下如放 居民要自己組織狗賊隊巡捷 逐條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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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市那裡呢 電話旁邊那裡進去 就一直這樣掃一邊轉出去好嗎 昨天那個導演 是不是在這裡抓的 居民代表之一黃明 逐條警令第二代 他爸爸在前國民黨宗教 黃明在條警令土生土長 在台灣完成大學 五年前 他開始參與籌劃這支條警令居民 告政府的行動 政府在處理這些居民的 清拆問題的時候 我們採取一個欺負就欺負 或者以大吃小的方法就是 你們不反抗嗎 我就比最小的 甚至不給你們 你們反抗嗎 我就多些 我覺得這件事很不應該 有理就要去爭取 我們不是在這裡討價玩價 我只是說回 六一年你和我承諾的東西 我現在要你面對你給我一個答案 現在你不是扔錢讓我走 我是拿回你當初說要給我的 我和你算賬 但是我要付出很大代價 不要緊 我們願意這樣做 打這場官司 居民要自己籌錢給律師費 九月年籌到一百二十萬 他們要求台灣政府協助 結果只拿到五十萬 承諾遲些給更多資助 結果不了而之 去年雙十, 朝經令居民發起送旗行動 派代表把三百多名中華民國國旗 送回台灣政府 以示抗越台灣政府 對朝經令清拆事件冷漠 他根本就是想 由始終想淡化處理這件事 想著不想引起一些尷尬 台灣政府尷尬 你看看這個環境 現在可入兩岸的關係都很曖昧 就是扯敵扯友 香港政府不尊重我們 我覺得香港政府不尊重小市民 但是台灣政府不尊重我們 我們只能說 就是從心裡痛出來 是 朝經令居民告香港政府 向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 今年四月得到批准 但是四年前籌到的律師費 已經用得七七八百 司法覆核聆信在職 居民唯有再夾錢 是二十一票, 再多少 四十五票 很明顯大會主席直接通過 拆架, 拆枝數額四萬 最後八十二戶元素居民 集到三百多萬 繼續打這場官司 1988年 已經聽到 將來條件一定要拆 不能吃, 睡也不能睡 夜晚兩、三點鐘都不能睡 不知道就好了 拆枝去哪裡呢 就是這樣 哎呀, 你看 搞到搞到今時今日 那你說 還更加給你 捱一捱你 還說是便宜一點 那你在做甚麼呢 房屋處不斷通過信件 電話, 燈門派訪 不斷在騷擾我們 叫我們為甚麼不搬 你自己又要去找食 對, 反正回來之後 會不會有間房子 拆了你的房子 或者搬了你的東西 不斷去想這件事 造成這個問題 如果再下去再拖多 一年半左右 我想我不敢自己會變成怎樣 黃金林一方面擔心 自己會隨時精神崩潰 另一方面又很擔心父親的健康 黃白患上鼻咽癌 需要盡快接受電療 但是他因為擔心電療 他副作用妨礙他出庭作證 所以一而再延遲治療 我跟醫生說 我去退職三個月擔心 他問我 這些你就算打官司 營作被你壓千萬 你沒有命 你享受不了 我說沒錯 但是我沒有忘記為我過營 我有下一代 我要全成個居民 抬起我壓國的別塊的打官司 早上這段官司我打死了 我為了大官司我死了 一個人死要重慮 抬起我好忙 這次司法覆核 居民要求法院判房屋處 向條件令居民發出的 搬遷通牒無效 同時要求合理賠償 我不是撥大家冷水 我想告訴大家 這個官司法覆核 透過我們的理解 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官 他不會偏袒任何一方 我找到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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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一個項目的項目 罕有地在開審前國升旗 親身落到條件令了解情況 由房屋處理處長 和代表居民的大律師陪同 我們拿回1961年 證券給我們承諾的內容 是嗎?是 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嗎?是 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嗎?是 有辦法打贏 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嗎?是 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嗎? 這場官司法覆核 一定會有貢獻彭卓 看得到有辦法打贏這場官司 一定會成功 終於我們捱了這麼多年的辛勞 我相信在今天開業之後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聆訊上個月25、26日連續兩天進行 27天宣判 當日有近100個條件令居民出席 以下是大法官的判決 他說條件令急需用作重建 居民一定要遷出 不過政府的確違背了承諾 故此居民有權殺上 政府要賠償多少給居民呢? 大法官說留待雙方協商 1988年計劃簽責條件令的時候 政府沒有確認到1961年的承諾 大法官指出政府做法失當 對於房屋處派發簽出通知書 大法官認為政府濫用了權力 對居民不公平 條件令罰罪 正如我們所料的這場官司 基本上我們法律行動的精神是全贏了 也就是說政府是需要在法律上的責任去履行 1961年給居民的承諾 贏輸的方面我們絕對是不介意的 我們說我們輸我們都無所謂 但始終來說那個地方是要清拆的 以前是教的地方 賠償方面稍後再談都未遲 先說清楚會怎樣賠賠多少 然後才叫他們離去 因為這幫人離開了之後 就不知道住在哪裡 怎麼再組織 你以為房署不知道嗎 他就是太深明這個道理 所以就想打散了他們先 我拆了啦 那打死狗狗狗狗 不得都破了皮身 我們沒辦法幫車 死都不會幫車 不開心 因為法官這樣判 只是叫我們紅打過 這就是… 為了政府三十五年前許下一個諾言 條件令老居民不惜代價 據理力爭 訴訟結束居民勝訴 官密輪到最後居民可以得到多少賠償 這件案已經足以證明 司法獨立的可貴 請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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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得來 請問我們 閉路 grund 開門 文連 文連 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